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这样的一种形状 或者是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用这种外形框把它们都分别框起来 显得更加美观 那么这个线形还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就是提到这样一种外形的效果啊 这个的话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线宽 线宽就是这一个线的宽啊 这样 哎 往上加会越来越宽 那么默认使用一这种单线条 那么他的话 没有任何时间 他就是一种这个外形组件啊 外形只是提到一个美观的效果 那么这个是外形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组框 那分组框是这一个啊 分组框 我们可以拖出来看一下 那分组框的话 这样比较 它们两个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勾出这样一种矩形的区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分组框 分组框的话 它是有标题 而这一个外形框没有标题 外形框是没有标题的 那标题 标题是什么呢 我可以随便打一个 分组框的标题啊 标题就会显示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分组框的标题 然后说我们选择很多啊 我再改一下 啊 这里是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然后我再用这一个分组框 这样勾出来选第二组 啊 那么分组框 分组框 也是有这样 这个是它的对齐方式 那么这个是文本颜色 也就是 应该是这一个标题的颜色啊 那么默认底色的话就是背景颜色啊 背景颜色 这个 就默认就可以 那么这个分组框和数据框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这个单选框 那单选框的话 同一个平面之内只能有一个被选中啊 因为是单选框 我们可以多添加两个 好 标题 单选框一 单选框二 单选框三 那么我们来运行 看一下效果 那单选框的话 我选中一个 也就是说只能选一个 因为窗口 这是同一个平面 那这一个平面之内只能选择一个单选框啊 不能两个同时选择啊 不能两个同时选择 就是要 啊 如果同时选择的话 就应用这一个选择框就可以了 啊 选择框也是负选框啊 也有什么叫的 那么这个单选框的话 就是一个平面之内 只能有一个选择 选择选择这有一个就是在组分组框内啊 就是一组 一组的话 就是说一个分组框内 啊 有很多单选框也只能有一个单选框选择 因为他们在相同的一个平面 也就是这一组之内 好这里也添加三个 一二三 那么这样我在运行 那么在这一组之内 也就是说这一个分组框之内 也只能有一个被选中 而分组框外面 同样也只能有一个被选中 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平面 它们又属于同一个平面 所以单小框 一个平面之内只能选一个 那么我们在竖形框当中 放三个看一下 而不是这个外形框 在外形框当中 也放三个看一下 这里就用复制粘贴 同样一二三 那这个外形框的话 内部也是这样的一种 这个也算是一种平面 只是它的区别 就是分组框 有这一个标题 然后这个外形框的话 没有标题 外形框的外形 可以随意进行改变 那就是说可以改一个圆形 这样可以进行改变 而分组框就是这样一个 举行 举行区域不可以进行修改 分组框不能进行修改 而这个外形框的话 可以进行修改 外形框可以进行修改 但是外形框没有标题 就是这么一点点区别 所以这个单选框的话 都是可以的 它们算在同一个平面 同一个平面 这又是 那么这个的话 它们两个组件 就是这么一点点区别 那么运用的时候 通常是使用这一个 分组框 就是在这里 标题可以显示 分组 进行显示 还想看得要直观一点 那么本课就是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两个组件 那么这一课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高辴 那 我们回会 请 大家好 rocket